一千多条狗耗尽了它所有的父爱 就是我在生病住院的时候 那也有人就是打电话打到医院来说 唯一的儿子却像是他一辈子的敌人 在狗和儿子之间爱的天平该怎样平衡 您儿子合法的财产的权利被您拿走了 不能养那么多狗了 因为已经把生活毁掉了 结晶不出复合天使之 要狗还是要儿子 您的复杂问题我们合力解决 大家好 这里是辽宁卫视大型公益服务节目 复合天使 我是李小峰 欢迎您的收看 今天向我们提出诉求的陈勇和他的父亲 有长达十几年的矛盾 而引发这个矛盾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之前家里养的八百多条狗 然而在最近 这个家里的狗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千六百条 这使得陈勇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 向我们提出了要帮助他 到底这对父子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在外上调解 给我们发挥的报道 陈勇说起母亲病重症一个多月来 父亲始终没有露面的事就异常了愤怒 忍无可忍的他决定要去找父亲理论 那么陈勇的父亲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会对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探望妻子的事 做何解释呢 叔叔现在这个时候一定在狗场吗 肯定在狗场 你啥人不怪是不是 懒人不怪 懒人不怪 马生命的鲜不怪 现在你添加个刀了 我为啥人不怪 还满了 你还要抓这一天啊 阿姨 你马生命的鲜不怪 面对儿子突如其来的斥责 陈明才一直沉默着 陈勇在一旁不断地发泄着 这一个多月来对父亲的不满和愤怒 在陈勇看来 自己母亲的生命在父亲眼里 甚至不如那上千只狗的生命 除了这次愤怒的爆发之外 陈勇又因为这些狗经历了些什么呢 一个家庭竟然养了一千六百多只狗 我们不知道这些狗从何而来 但是我们也不太明白 是什么原因让陈先生 抛弃在家生病的妻子 不管不问而只顾这些狗呢 今天陈勇先生也资源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欢迎他上场 有请 我们今天来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第一个要求就是 叫他以后一只也别养了 第二个要求就是 叫他经常回来陪一下我妈 因为我妈身体不好 刚才我们看到外拍的录像 看得出来您对于父亲 没有回去照顾母亲 非常的愤怒 对啊 你觉得他不回去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狗嘛 刚才我们看到你去找父亲吵架 去闹那个狗场 你一直在很愤怒地去说一些话 可是父亲好像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没有话说嘛 嗯 我们看到他刚才好像很受委屈的样子 你们会经常因为这些狗吵架吗 对啊 经常吵架 嗯 那这次母亲病重之前 父亲经常回家吗 没有没有 那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呢 每天就喂那些狗嘛 一天就在那个狗场里面住 和那些狗住 母亲跟父亲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呢 就是因为这些狗嘛 然后我母亲然后摔伤之后 然后身体不好嘛 就我在照顾 然后父亲就 然后就全部在照顾他的那些狗嘛 那这次母亲病重了 可以说是这个家庭出现了新的状况 你去跟父亲说的时候 他有什么反应 他说他忙 他连回来看一眼都没有 那现在这一千六百多条狗 都是陈叔叔自己在照顾吗 嗯 还勤了一些人 这个对家里的负担应该也很重 已经没办法承受了 然后说了说 已经可能是家破人也差点亡了嘛 好 现在我们了解到 父亲因为忙于照顾这些狗呢 从而疏忽了 对于家庭的照顾和关心 可是我也感觉得到 好像陈先生对于这个家人的伤害 似乎不仅仅只是因为照顾狗狗那么简单 到底这个家庭的背后还有哪些疑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在重庆 为我们做的外场调解 儿子大闹狗场 作为父亲的陈明才却显得格外的无奈 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着儿子掀翻在地上的狗笼和架子 可是为何这一个多月 他都无暇顾及自己重病的妻子呢 为何连一个电话的时间也没能抽出来呢 他就是说他的妈妈生病嘛 就是我一过多月没有回家嘛 连过年都没有回家嘛 真的没有时间回家 每天都是那个睡觉 最早的时间里大概就是三点钟 一般都是四个人才会这样 而且我是睡在车上 你过多日就都是这样 不等我们再开口 陈明才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一会儿是去看望刚出生的小狗和狗妈妈 不断交代工人如何照顾他们 一会儿是去查看每只狗的状态 在我们和陈明才接触的一个 都在不断地忙碌着 我们也一直试图 能找到陈明才有空闲的时候 劝说他回家探望自己病重的妻子 今天那个 我待会儿还得去拉狗粮回来 还得拉狗粮 还得拉狗粮 拉完狗粮以后 这个时间过去看什么 那到时候我们一起陪你过去吧 好的好的谢谢 我们终于如愿 陈明才一同回家 盼望他一个多月未见面的妻子 示威 有 check the world 是否成羽 我找你回来的吗 妈 谁啊 我心'会儿很严重的 我心里有什么用啊 辛苦了 辛苦了 我不乖了 我不乖了 姑姑好心没得 在看没得 有心里没得 在看没得 时隔一个多月之后 夫妻二人的见面却是如此场景 妻子不但没有责怪丈夫的 不管不问 反而对一千多只狗狗如此担心 为什么这个家庭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又是什么原因 让陈明才走上养狗之路 促使他坚持至今 让他宁愿喂了狗 而间接放弃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呢 看到刚才陈先生在养狗基地的一些 平常的情况 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如此忙碌 甚至到没有时间 回家照顾病中的妻子 可是我们也在想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可以让陈先生对这些狗狗 一直有一份依恋的那种状态在 今天呢 陈先生也资源来到了 我们的表姐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他上场 有请陈先生 你好 陈叔叔 来 请坐 刚才呢 陈勇在现场的时候 跟我们说他今天有两个诉求 希望我们帮他 你怎么看 看那个不可能 因为直到现在保守一点的说 可能我每天都会接到五个这样的电话 要求那个去救助的电话 就这一点可能确实做不到 没有办法 重庆出来你就 这些狗就活不出来了 也不是说除了我 但是你现在大家那个 就是我在生病住院的时候 那也有人就是打电话 打到医院来说 叫我去救狗 就是如果 如果说我不知道还怕 知道以后如果我不去做 可能我就心里面会很不安的 妈生病了你心里很安吗 是不是 你妈妈不是有礼吗 那你来做什么的 你去救狗的 所以 陈叔叔叔 我们刚才看到你去探望他的时候 你们彼此也都很激动 是 你在照顾狗狗的时候 心里会担心妻子在家的病况 那个时候 就是你没有更多的时间 没有精力去想 因为眼前你看着的就是 一群狗就是那个无言的 他的眼神能让你不能挪动 挪动半步脚步 我知道 孩子曾经 我也想回去 但事情确实太多太多 当时有四百多只狗生病 穷热 家里面养个狗的人都知道 穷热是一组什么样的病 非常危险 每天排查 一千多个笼子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 就每天不停地搬动 不停地去查 发现一次搬出来 发现一次搬出来 能在现场治疗的 就现场治疗 不能在现场治疗的 很病重的 那就马上要到医院送医院 从陈明才上场之后的表现来看 一说到跟狗有关的事情 就口若悬河 让所有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 他对狗的喜爱 可是说到与家人有关的事情 陈明才却几乎是沉默以对 除了眼泪 再无其他的关爱之行 我想问一下陈叔叔 您大概每个月 光是这些一千多只狗狗 您的开销大概有多大 您算过吗 我只能说固定的费用 就固定的饰养费用 就长租 工人工资 和那个狗吃的 就是那三大项 咱们就这算 只算两项 那样那个 那个长地租金 那个也是很少 在里面赚钱很少一部分 就这样您一个月 大概要花多少钱 就是狗吃的 就是六万 光狗吃的一个月要六万 每十天进一次货 一次进货就是两万 这样算下来就是 六万块钱吃的 然后现在一共是十个工人 十个工人 他们的工资加起来 是一万九千六 再不包括吃 因为我们是包吃包猪 这样算起来就接近八万 然后长租 就长地费用 一个一千多 那这么多钱 您每个月从哪来啊 目前就是从115救助的 一批狗 现在还剩下三十多万 那现在就是靠这个钱 目前再维持 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 也最多可能能支撑 四个月到五个月吧 也就没有了 没有了 那如果用完了您怎么办 不知道 您现在还有其他的工作 收入来源吗 没有 早就没有了 他已经在外面什么 家什么都不顾 那我现在也没法出去工作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您为什么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要在家里照顾 陈明才的妻子也是一个爱狗人士 多年来夫妻俩一直尽心尽力地 照顾着各种流浪狗 两年前 陈明才的妻子 在照顾狗的时候 不小心从高处摔落下来 从此落下了病根 虽然如此 陈明才的妻子 却依然鼓励陈明才 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 而自己就让儿子陈永 一直照顾着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 您之前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养狗的 93年 93年 你养狗的时候有工作吗 那个时候就已经停留着在外面做生意了 这么一个情况 那您在做生意的那段时间里您的收入好不好 那个时候九几年吧 一个月就是要挣两万多 所以在您那个时候做生意的那个阶段里 您的收入加产还是挺丰富的 我记得做了两天的生意 然后就买房买车嘛 所以家庭条件应该很好 很好 我和那个儿子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嘛 那现在呢 现在一无所有 有啊 你还有这么多狗 什么一无所有 是啊 就变成了一千多只狗 你是因为这些狗狗的到来 所以才不去继续做生意了吗 是 因为其实在开始的时候 狗少的时候 还一边做生意 一边那个收养流浪口 到05年吧 应该是04年底05年 就实在是太多了 就没有经历了 那个时候 投资的一个美容院 花三十多万 投资的一个美容院 一个美容学校 实际上没有经历照顾了 他把那些房子那些都卖了 把房子设置卖了 然后把几个美容院 全部盘出去了 他怎么办没办法 然后最后没办法了 然后借高利贷了 还借高利贷 对 借高利贷和卖房子 这两个事 这是孩子他妈所做的 那你怪过您妻子吗 没有 然后把以前 我以前那个 离婚的首饰啊 还有我的那个 结婚要用准备的戒指 都给我卖完了的 全部卖完了 那你妈妈 有没有跟你商量 没有 她从我哪个 床头柜里面拿出来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 我说妈妈 怎么这些首饰不见呢 她说我不知道 当时我就知道 可能已经被卖掉了 那你的未婚妻 知道这件事情 是什么反应 就和我闹啊 然后就分手啊 就闹分手 那你有没有 跟你妈妈请求 比如说 你至少给我留一个 可以结婚用的房子 没有用啊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当时有七八家 开了七八家 连锁店嘛 门院 然后就一家一家 打盘子去了 七八家都没有了 对对对 您现在结婚了吗 没有 跟那个女朋友 分了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结婚 你看现在我这个状态 怎么结婚 您现在有工作吗 我现在没工作啊 也没有工作 就在家里面照顾我妈 曾经你们家庭 那么辉煌的时候 你是帮着家里 一起做那个生意 是不是 对啊 就是我们一起做吧 我们就是家族是企业吧 然后我妈就说 她说 她说我只有你一个嘛 然后她说你 因为我用钱 比较大手大手一点 然后妈就说 把钱就存在我这儿吧 我说好的 然后到时候 这个钱一步都没有了 我才知道 其实今天的话 我的感情比较复杂 因为和陈先生 包括陈勇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在一年多以前 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我们曾经 因为他们家养狗 这个事情聊过天 而且那个时候 我记得就是 我们都讲好的说 不能养那么多狗了 因为已经把生活毁掉了 这现在显然一年后 这狗狗不但没有少 反而增多了 完全不一样 就是第一的话 显然狗的数量增加了 再我一点的话 我看起来好像是变本加厉了 就是还仍然是在靠自己的力量 刚才陈先生讲的是 大家以为这是一个 政府全额投资的公益组织 但它事实上不是 因为我就在想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的话 拜托所有的那些 对小动物有爱心的同志们 不要再给陈老先生打电话了 它养了一千多只了 够了 你们如果真的爱那只狗的话 把那只狗领到自己家里面去 先把它养起来 然后问问亲戚朋友 有没有需要这只狗狗的 用其他的方法 不要再给它添麻烦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就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一年多以前 讲好的事情 今天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陈老先生 怎么就把狗的爱 都超越了人了呢 就是眼里只能看见狗了呢 就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选择了狗 但是这十多年下来以后 就是感觉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想象了它可以 自知其地怎么样 而这些小动物 它确实 如果我们不去管它 它可能就无法生存 可是您放心 您不管 还有人管 当然我这个话 不是没有其他的 不是说让您不去管狗 可是回过头来 全世界只有您一个人 是陈勇的爹 您不管它 可真没有第二个爹来管 还有一个问题 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爱人 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爱人在 常人眼里 大家已经认为它疯了 就是这些狗 如果说是它生命的 一部分不准确 就是它生命的全部 我明白 您是说因为您妻子爱狗 然后您爱您妻子 您就觉得能够理解它 虽然它现在身体不行了 您要帮助它去完成 是吧 是 可是我真的不理解 就是爱情也好 还有对狗的那种亲情也好 爱护也好 这个孩子是你们爱情的结晶 您是有爱情了 孩子四十三了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他的爱情谁管呢 孩子大了 他可以 就是他自己去走自己的路 孩子别说四十三 八十三 他也得叫您叫爹 对 叫他你去照顾妈呀 你不要去照顾那些狗啊 那其实那肥狗 它们本身已经身体非常虚弱的影响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安静 就调养 但是来的人 你又不好拒绝它 那这些人怎么安排 怎么调养 等等很多的事 你真的是你没有办法 你 我可以这么 所以说我没有回去 那个时候 就是你没有经历来想啊 那个爱在家里怎么样了 儿子在家里怎么样 你没有时间想 对调解团成员的劝解 还有儿子的质疑 陈明才却恍如未闻一般 只顾讲和狗有关的事情 实在对不过去 就只有用一句 我没有办法来应付 在他的生命里 狗很重要 妻子的喜好也很重要 但是妻子和儿子的现状 在他的心里 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陈先生 我觉得问题在您身上 您知道怎么样去协调狗和家庭 但是您放弃了 您更多的 把该协调家庭的资源和时间 您给到狗了 所以是您更需要狗 还是狗更需要您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人之常情是不可以违背的 就是说对狗狗的爱 胜过了对自己儿子生活的关心 我觉得这个违背人之常情 我真不能理解您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您的企业原来是一个家族企业 您 您老伴 还有儿子 你们三个人是这个企业的共同拥有者 您儿子的合法的财产的权利 被您拿走了 您说这个权利我拿走 我去做善事去了 那你不管说这个动机再高上 你能不能去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法律要给我什么惩罚 我只能承受 我只能承担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事情已经做了 您如果说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想作为儿子来说 因为您所说的一切 仅仅是还是在民事范畴之内 没有到刑事范畴 所以说不存在法律惩罚您 只是说孩子的权利受到您的侵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您不能够再继续地 侵犯孩子的权利 这是最主要的 没有了 他已经没有再可侵犯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您还让他继续承担 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吗 我并没有要求他 虽然我们能体会到陈明才 在护狗和顾家 这两件事上的两难选择 也很清楚 他到底做了多少事 过去的几十年里 陈明才不顾一切地去照顾狗 忘记了家庭 忘记了孩子 因为这件事 让自己从百万富豪 变得一贫如洗 甚至耽误了自己孩子的婚姻 原以为在面对陈勇 回想以前 陈明才会有所缓和 可是在面对自己的儿子 和嘉宾的这一切质疑时 他却用如此轻松和诙谐的语调 说出这些话 再次深深地伤害了陈勇 我们这种违法者 他起码面对正义的声音 应该有一个悔过的态度 就说您把儿子侵犯成这样了 您的悔过的态度在什么地方呢 不能说因为我是爹 所以我儿子白侵犯 但是事情往往有时 不是以我们一直为转移的 我现在仍然想回头 知道吗 我仍然想 如果说我在侵犯儿子的这种权利 对吧 那我现在可以马上停止 从你认识上来说 我可以马上停止 但事实上是不是我停得下来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您为什么停不下来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桥梁 是有出国 我们做好事 我们做好事情是有限度的 假如说所有人都认为 因为我们捐了钱 通过你去把这个善事做好 假如说你不累死在第一线 你就不是人 你就不善良 我觉得这不是您不善良 这是这个捐助者 这个评论者 他不善良 我觉得这里面先别谈论别的 首先是个伦理问题 它不是 不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了 这是人和狗之间的问题 我们人和狗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才摆正 说的再直白点 我家刚刚发生了一个狗的问题 我家原来养了三只狗 突然有一天 有个小狗把我奶奶给绊倒了 86岁了 我马上打电话找朋友 我说我家有三只可爱的宝贝 你们谁喜欢抓紧弄走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狗狗侵犯了我奶奶的健康生活的这个基本条件 当天下午我就把狗全送走了 我岳父回来不高兴了 说你为什么把我最喜欢的那个皮皮送走了 我说他把奶奶绊倒了 是奶奶重要还是狗重要 我岳父不知声了 女儿回来也说爸爸 你为什么把我喜欢的那个大狗也放走了 我说如果奶奶在院里溜弯的话 叫狗撞倒了这个损失 是我们一家人所有人都难以承担的这种压力 我觉得我的做法是一个正常的思维 你恰恰是因为相信自己有爱心 别人没有爱心 OK 这样我要反对你一下 正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养狗的人 才导致有我们这样的人产生 知道吗 当时家里面养狗的时候 为什么不想好 家里面有80岁的老太太 为什么要养狗 第一 我没有把狗扔到大街上 第二 我没有把狗送到动物爱护者结会 第三 我怎么做的 我找一个爱狗的人替我养了这只狗 我有什么问题 我恰恰是因为有爱心 那个狗我养了十几年了 我也是忍痛隔岁 因为我更爱我的奶奶 所以我才有选择的 把这个狗送给那些喜欢狗的人 有什么做 我告诉你 你别拿着你的爱心在这个动物爱护者 不是 我告诉你 你真的爱吗 我叫做 在养狗之前你们没有想好 我告诉你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太多了 养狗之前为什么不想好 你养十多年 那时候你来了只有七十多岁 也是老人 为什么不想好 那我再问一下 对不对 我再问一下 你可以完全把自己的狗管理好 而不是狗一旦吃了这 就抛着 你知道对狗是什么感觉 它跟到你十几年 到老了的时候 被人抛去 你知道它是什么感觉 走 你这种狗的感情 我非常 我告诉你 我跟我们 论多少年了 一万两千多年 你的伴侦 你们也录了 你一辈子 他走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我录了 这个节目 这是个伦理问题 没想到调解员的一个例子 让在台上一只情绪低沉的陈明才 瞬间就变得无人大怒 愤怒的他走出现场 断然拒绝再次录制 可是面对亲人的窘境和狗的遭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陈明才的做法 让旁边坐着的儿子陈勇变得更为难过 现场调解不得不暂时中断 调解团 主持人 包括陈勇等 在现场开始了 尽急挫伤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解 陈勇才决定回到现场 和儿子陈勇一起解开压抑的心结 我也承认 对儿子现在这种生活 这种状态 其实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我身上 但是我现在怎么来弥补 我想做到 既要儿子 要家庭 要这些狗 我不知道 我在中间 我能不能选择到一条路 接下来我想邀请陈叔叔 您跟我们一起看一段短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这些年以来 除了狗狗在您的生活中的 这个部分之外 您的儿子到底在这些期间 是怎么生活的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有时候 我们会用没的选 来形容我们在艰难处境下的选择 陈勇才的心里 最大的梦想其实很美好 妻子 孩子 家庭美满 还能无限制地照顾狗 可是他却不知道 自己的极限能力在哪里 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种 接近扭曲了的生活 作为儿子的陈勇 一直在帮着父母分担家庭的压力 甚至养狗的压力 不管情愿不情愿 他几乎舍弃掉了自己的生活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陈勇的一个朋友联系上了我们 通过简短的交流之后 我们明白了他的来意 像今天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他一直又不干 他为什么不干呢 我说像他自己老了嘛 一个随手又大 一个有些自己为钱的是这样子的 那你找到我们的意思是 所以说像通过你们节目吧 这样子你们去全说 要是他来 陈勇 陈勇 有没有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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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电话又不接 有一个小伙子也是抓紧 有没有抓 我这给你们就说了 我这儿去见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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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敢叫我能去里面出嘛 上会跟你说两个里面 我现在就在今天 那个都不适 我妈的嘴都不适 对不起 大哥都已经约好了 见面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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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见面了 见面了 在这儿去吃了 天朝起见 都得外面吃个饭嘛 去见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跟他说的时候 也都不懂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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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无论朋友怎样勸说 陈勇就是不愿意 去见朋友介绍的女孩 为何他对自己未来的婚姻 是如此的态度呢 现在这个状况 我怎么去见 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 因为你觉得 你家人照顾 不好 就是 怕当过人家了 你在以前交往的女生 女孩子当中 你感觉到他们嫌弃过你吗 就是 不知道 好像没有吧 你觉得后来的不好 除了父母亲养狗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跟你自己会有关系吗 因为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吗 没什么关系吧 就他们养狗 养狗然后我也劝过他们 然后他们不听 我也没办法 不一定是自己的父母亲嘛 以前我也说过 就是 女朋友嘛 可以再找 但是父母亲 你没有办法选择 如果没有当初 父母亲的资助 你觉得你能独立做 把生命做得那么好 可以啊 他们就是 喂狗之后 然后就是 把几个门院 就打掉了嘛 然后就盘给人家了嘛 然后我就 我和女朋友嘛 然后又找 找我的朋友 借的钱 然后又把那个 门院 有两个门院嘛 然后又盘过来了 然后我们也做得很好的 那后来 您这两个门院 又为什么没有 建议 后来我就 给我了个女朋友吧 然后 之后我们做了 两年过后 然后我们又把房子买起来 又把车买起来 什么都买起来 什么都有了 然后后来 你跟女朋友分手了 把这些都送给女朋友了 对 她毕竟跟我 九年多了吧 然后我觉得 一个女孩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出去打人了嘛 然后就 就是那一次 就离家出走三年嘛 拉拉进去换洗衣服嘛 然后就出来了 就走我们重庆的一个 最远的一个地方 去做 修高速路去 去开车 你从一个 算是当地的一个小富翁 变成去高速公路上开车 你心里落差大不大 就是落差比较大 那段时间 好像有 大概有半年吧 没有缓过来 这三年你父母亲 有没有找过你 就是联系很少 他们知道你为什么走吗 知道啊 我知道 当时 其实我也是 也是比较普杂的一种心情 因为当时她跟那个女朋友 分手以后 因为她过性比较强 她性格很像她的妈妈 她觉得那个 在那个地方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就想自己再出去另藏一个天下嘛 只是我们忙于更多的事儿 就是没有更多的联系 也不想去就是打扰她 因为我们一打电话 老是问你现在又怎么样了 你现在狗又怎么样了 然后特别是她妈妈 就会说到狗的事儿 就是往往一谈在这儿 就不欢而散 就不愉快 我明白 所以陈勇先生 除了因为这件事情 离家了三年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让你觉得父母亲 对于狗的那个关爱 已经影响到他们对你的爱 有一次我翻车吧 差点翻到那个 几十米的悬崖下面去了 然后我第一个想到 我真的不想跟他们打电话 就给我姨妈打的电话 好 然后我姨妈说 她说你还是跟他们打一个吧 我说肯定我打电话 让他们接说 没有什么事打什么电话吧 然后我真的打电话给他们 打电话给我妈 我妈就说了一句话 她说你看 我给你寄了这么多德 这么高 你怎么摔下去 她说 都没有死了这么高 你听到什么反应 对 当时我很正常嘛 就是 跟你预想的差不多 对 差不多 那你现在对父母亲 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最担心就是 现在他们岁数大了 现在我妈也走不动了 我爸一天也老了 我们能体会到 陈勇对于家庭现状的无奈 以及对将来的担忧 他不知道也没办法 劝劫父母放弃养狗的事业 岁月不饶人 陈勇才将慢慢老去 不再有足够的精力 应付那么多的工作 一边是父母身体状况的残酷现实 和自己的生活 一边是他们无法放下的工作 孝顺的陈勇 到底该怎么办呢 你刚才说其实很多年以来 你跟你的父母亲之间 都没有过很好的一个交流 你有没有听过父母亲 跟你说过一些肺腑的话 没有 从来没有 其实我们今天也有一份 很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 或许弥补不了这么多年以来 你跟父母亲之间的那种隔阂吧 或者彼此的一些不理解 但是我相信它是一次 增加心与心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不好 儿子 妈妈其实也是心痛的 也非常爱你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些生命 它很脆弱 它很不住 它是弱势成群体 你是一个大男人 你是男子汉 虽然妈妈对不起你 但是我希望你坚强起来 自己自立更生 妈妈还是对不起你 我希望你能理解 妈妈 妈妈对不起你的儿子 因为父亲的执着 因为父亲的执着 让你跟着承受很多的压力 而父亲的执着 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你的妈妈 可能只能牺牲你 只能牺牲你 在这儿我怎么说 在这儿我怎么说 还是对不起 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如果你相信有来世 那来世再让我们做父子 那时候我会加倍偿还 那时候我会加倍偿还 上辈子欠你来 希望你能理解 我也希望你不要在我们 这种事业的阴影当中 沉闷下去 也希望你振作起来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我相信只要你能做 一定能做得好 你也非常有性格的一个孩子 刚才在短片中 我看到有两个不一样的家 一个是我们记者去看望母亲 现在养病的地方 看起来那个家 还算是清洁明亮 我想问问陈勇 那个是谁的家 那个是我租的一个房子 你租的房子 对 因为我妈摔了之后 然后我就想想想 这个稍微条件好一点的 然后以前她不住 每天跟那些很多狗 在一起住嘛 所以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另一个特别破乱的 那个小床铺 那个是你父母亲 原本住的地方 对 听完刚才父母亲说的话 你有什么感受 我看到你好像有 流泪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会稍微体谅一下 他们的心情呢 陈爸爸听到儿子说 他会出去打工挣钱养你们 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太操劳 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并怎么想 我觉得爱可能真的是 很复杂的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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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做好事的人 发善心的人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呢 我们还有一句话叫 日行一善 就是每天我们做一件好事就行 为什么说日行一善 不是说每天光去行善呢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只要每天不做坏事 就干一件好事 这个社会就已经足够好了 让好人有一个好报 有一个好结果 前提首先是我们自己放下 别太执着 结果真的不要紧 您有一个好心 再做好事就已经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 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外 不要再去想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还 能够还给陈勇一个平凡的父亲 而不是继续把陈老先生 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上 谢谢 所以今天我们不为这种善意喝彩 就是最大的善意 我们不愿意再把老先生 推到风口浪尖 这就是为你分担 虽然我们是怀着敬意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再有 喝彩你的掌声 我要把喝彩给儿子 但是这个喝彩不是真正的喝彩 也不是盗彩 只是我们对你接下来的人生道路的鼓励 我想问问陈老先生 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我想问问 听完这一整场的老师们的话语之后 你有没有改变你的一些诉求 你觉得你可不可以 从今以后能够更加体谅一点 父母亲目前他们的事业 可以 可以 那陈爸爸 我们可不可以也请求您 在照顾流浪狗的同时 在做这份事业的同时 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点 您出一些时间 考虑一下妻子和儿子的感受 应该的 那咱们也努努力督促一下陈勇 赶紧把家乘起来 把孙子给您玩一玩好不好 好 真的 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生活观和价值观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为自己而活 有的人是为自己爱的人而活 更有的人是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活 我们可以看到陈老先生 他显然把自己的价值更多地用于 在救助流浪狗的身上 他很高尚 但是就像诸位老师所说的 我们毕竟不是神 我们也有自己身边需要照顾的人 我很欣慰也很开心 今天在现场看到父子俩 那个温馨的拥抱 衷心地祝福这个家庭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